这次日本捐赠台湾124万剂的AZ疫苗 宜兰首批分配到15000剂 全国同步在今天开始施打 宜兰县政府设在罗东文化工厂的西南接种中心 早上9点开始来施打疫苗 接种的对象为第一类、第二类以及第三类尚未接种的民众 包括了医护、警察、消防、清洁队员等高风险低限的职请人员 而前来接种的民众都依序排队 也保持一定的距离降低风险、动线及秩序良好 并按耗次来进入诊疗间来接种疫苗 早上三个小时已经有336人来接种疫苗 明天中午开始进行88岁以上的长者注射疫苗 咋的会比较安心? 就这样了 你有休息15分钟? 有有有 有不适的状况吗? 没有 没有 对 觉得比较放心 有有有 有有不舒服吗? 没有 没有 有休息15分钟才能离开? 有有有 谢谢 谢谢 加油 拜拜 加油 台湾加油 不舒服? 不会啦 不会喔? 对啊 那觉得怎么样 打得比较放心 对啊 对啊 在接种疫苗之后 接种者还要留置现场15分钟 查看是否有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 一旦有不适的情形 可立即由医师来进行处理 不过大部分都没有异状 并且表示 在接种过疫苗之后提升保护力 心理将更加安心 也将持续在第一线 执行各项的防疫工作 守护乡亲健康 期望疫情能够早日消散 宜蘭新闻记者14名 采访报道